今次是会讲到关于敌基督的 也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很注目的一个主题 而最重要是我们从圣经得到答案 我们现在看一看 《贴塞尼加前书》第二章一节开始 我们就不读了 因为经文已经打出来 我只是一路解释 我一路解释 首先第一节 因为有些人没有写到的 大家看看前面的章一节 还有这些章一节我可以在群组里面发出来 如果你想得到的话 《贴塞尼加前书》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做他那里聚集 所以这里讲到关于耶稣回来 用的字是《勤联文》的《勤联文》 圣经很多次讲到耶稣回来都会用《勤联文》的 和我们聚集到他那里 即是说基督徒 这个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包括保罗在内 因为他是我们 我们去他那里聚集 即是说将来的基督徒会和耶稣在一起 然后就说在那时候之前会有什么出现 就是有来到反教 即是说在基督徒聚集到耶稣之前 聚集一起聚集到耶稣之前 就会有以下的事发生 即是说我们去耶稣那里是在敌基督出现之后 好了 就讲到有来到反教的事 这里看先 这里经文没有打出来 下面有讲对不起 第三节那里 在那日子 那个日子之前 这里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 之前 必有来到反教的事 就是有很多人离开真道 反对基督教神所立的宗教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这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 还有男性 因为在希腊文是用 他的翻译就是 the man of lawlessness 是一个在不宜之中的一个人 是一个人物 他不是魔鬼 他是一个被魔鬼邪灵充满 还有魔鬼给他很大的权兵 可以说在人之中 在人之中 他魔鬼给权兵最大就是这个人物 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兵就是这个敌基督 这个人物 还有这个人出现 我特意跨了显怒 就是到时你不用找的了 是人都知道的了 他会很明显知道他是敌基督的 因为有很多人经常都说 谁是敌基督 谁是敌基督 但是到时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这几样东西形容他 他会抵挡和神对抗的 就是高抬自己 将他自己的地位高抬 超过一切称为神 所有称为神的 他都会超过 他不是超过神 只是他将自己高抬超过神 他说自己是神 但其实他不是神 但其实他不是神 他说自己是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以及受人敬拜的 也就是说 其实耶稣 创造天地万物的圣父圣子圣灵 是最高的 但他将他们提高到地位 就是说自己是超过一切称为神 那你说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最高的 怎样可以高过他呢 但因为人不听神的话 所以这个世界上 在世界来说 基督教是少数来的 因为人们不听话 但这个基督将来 是被人敬拜 是超过基督教在世界上 就是耶稣被人敬拜的 因为他是假神 他欺骗很多人 所以他会超越任何的宗教 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宗教 好像这个基督将来 他被人敬拜的程度 就是全世界都是拜他的 甚至在神的殿中 自称为神 这个殿是什么意思呢 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教会 因为圣经有说到我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 圣经是有说这件事的 但到底这里说的是圣殿 还是教会呢 因为耶稣有说到 因为耶稣有说到 在马太二十四章 就说到 当这个行为坏可憎的 站在圣地 站在圣地 就是耶路撒冷的 在犹太大的 你就快点逃去山上 所以是说到耶路撒冷的 这样的时候 因为这里也说到 在神的殿中 马太二十四章也说到 在站在圣地 所以很大可能性 这个真的是在耶路撒冷 发生的事 他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即是那里 重建了一个圣殿 他们坐在那里 自称为神 他不是直接说他自己是神 他不是说你们拜的那个神 是他自己是神的 这个人物 我们知道困难的是什么 到这时候 他才可以显现 那到底困难的是什么 有些人说是教会 就是教会被提 困难的力量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显露出来 但我们从圣经 之前有两次已经查过 很明显 圣经是不支持灾前被提 也不支持灾中被提 是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基督徒被提 他们就说 在灾难前就教会被提 这个困难就除去 所以不合乎圣经 我自己就觉得 很大可能就是 神所立的一些限制 对敌基督的限制 而这个限制 到时是会除去的 这个困难 因为这里我删除了 没有将它全部写出来 第五节那里 就是说到 那个困难的被除去 这个困难的 就不是被除去 就不是神了 只是他立的困难的方法 那这个是什么方法 圣经没有清楚说 那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圣经有清楚说的 我们就要绝对的相信和触实 不能改变 圣经没有说清楚的 我们也要触实 这件事我们不能肯定 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呢 因为太多异端 就是因为他将圣经里面 很多东西改变 他就说 比如说东方闪电 就说这个闪电 其实是一个女人 我们出的这个 就是这个东方的女人 但是我真的和她们沟通 我说你还是不是觉得她是神 是 我说她有没有公开广道 她没有回答我 我说你给一些她的录音给我 她真的公开广道 如果她说她是神 那没有理由来到世界上不广道 耶稣来到世界上一定广道 那你给一些她真实的广道 她说那本书是 我说那本书 哪个人写都可以 我要看她本人的广道 来到去看她 这个人 是否出于神 因为如果她真的有录影广道 我会由她的广道去支持 这个东西 她所证实 去到这个人 是出于神 还是不是出于神 我刚刚说到 有异端 但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有很多 她又未去到异端 但是将那些教导 改变 其中一个很影响这个世代 就是灾前被提 还有很多奇形怪状的教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网看过 有些教导说 保罗不是神所立的 他是一个最小的仕途 他所教的教义是不对的 有些就说 我只听耶稣的说话 这句说话没错 不过他就会否定所有 保罗或者其他书信 这个也是 有很多不同的 这些古灵精怪 那些什么 那个什么现象 就是说魔鬼也改变了 圣经也改变了 曼德拉效应 令到很多人说 我不敢相信圣经了 因为现在魔鬼已经改变了 但是神怎么会给他的权柄 把圣经改变呢 但是有些人信到 真是很信很信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世代的 一些的迷惑 就是各样的迷惑影响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下一个图画 那就是继续下来 因为这个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阻 等到那些难阻的被除去 这个不法的人就会显露出来 这个不法的隐意 他原文翻译就是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就是一个犯罪的一个隐藏的力量 一个隐藏的活动 现在一直在发生的 大家可以随着都看到 一个很 其实在历史上 几百年前 虽然有很多罪 保罗的时候也说有很多罪 不过在这一百多年 那些罪的增长 比以前快速很多很多倍 其中一个很大的增长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发明这个避孕药 当发明避孕药之后 很多人觉得性行为 可以随便 以前也有一个难阻 然后生了个儿子 他一避孕药就很方便 很多这些 非常淫乱 淫性的东西 亦都是 近代的互联网 游戏机 是魔鬼使用很厉害的 都不知多少个父母跟我说 我都不知怎么办 我儿子和女儿 我都不知怎么办 他天天不断打游戏 又不吃饭 又不睡觉 又不上学 又不上班 什么都不做 都不知怎么办 他都 怎么办 我都说不只是你 很多人都是这样 现在很难搞 因为他完全控制了 人的心 他原来 我 我不懂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打过游戏机 有人告诉我 可能那些已经是旧消息 可能有些人说 有些新消息 你都不知道 他怎么样 原来他玩好的时候 是不只是一个人玩的 他是上网 跟着有班人玩 那班人就说 为什么你不玩 你不玩就影响他 什么什么 大家就忍住 大家都好像吸引着你快点 你不要停了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 会连续打几天几夜呢 因为他几个朋友 一起在打 那他又在赢 那他继续赢了 或者他在输 他又想赢 那令到很多人 就很失控 就是他的情绪失控 整个人的生命失控 那我不是说 凡是打游戏的人都失控 不过的而且打游戏 而不失控的人 是比较少的 那这个其中 另一件事就是 很多愤怒 很多反抗 也有很多暴政 很多不合理的政府 其实全世界都有 可以说全世界都没有一个 是完全合乎神的 心意的政府 是没有的 我是觉得世界上没有 我根本人都有他的问题 不过有些问题大 有些问题少一点 但是无法否认 现在因为经济的问题 所以人很多时候 为了经济 是什么都肯做 肯做什么呢 做了最能够吸引人的游戏 他不断要竞争这件事 但是他没有想到 譬如这个人自己有个儿子 那个儿子可能也是玩游戏 玩到疯了 他也不想他儿子玩游戏 但是他自己发明的游戏 是会吸引人 不能够离开的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世代的迷惑 事实上真是 每一方面都是很多 不法的隐移 一直在发动 就是有一件事困住他 但是我们发觉 现在这个困住的力量 是越来越小的 罪恶的势力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知道 真是耶稣回来的日子 很近了 接着第八节 他就会显露出来 再一次用显露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 灭绝他 用光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两个字 灭绝就是用Destroy 看原文的意思 灭绝就是 cancel and no 就是说 令到他 灭绝没有用的了 即是说 敌基督是会耶稣降临的时候 很明显的 耶稣口中的气 耶稣口中的气 盐出来 用他降临所带来的荣光 将他废掉 很明显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降临的时候 基督就完蛋了 再没有结局 我们从经文是很清楚 但是我在网上 我认识了一个人 他就说耶稣回来 敌基督还有一段时间 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他就觉得 启示录14章 就说到耶稣在石安山 但那里其实是说到天上 他就坚持这个地上 就说耶稣降临在石安山 由14章到19章 19章才是把敌基督受捆绑 他说还有这么多章 难道立即发生吗 他就不看这个经文 有些人就会把启示录 我和他重复说 启示录 其实由第六印开始 已经是说到末日 已经说到是神愤怒的大日 第七号 已经说到是没有时间 再没有时日 神的奥秘成全了 所以启示录是重复说到耶稣回来的 那我们下一次就会说到这件事情 首先启示录的大纲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启示录所有的 比较重要的经文 我们会一直进入的 这个人就说 由14章到19章 没有理由立即发生的 他又由这件事而推翻这句经文 就说不是耶稣一回来 他立即完全废掉 他仍然有时间 这就是他的识经坚持 而否定这个经文 将这个经文否定 我想说 有太多人 将一些经文否定 其实好像耶华见证人 大家都听过了 他们总是说耶稣不是神 他们就凭一些经文 但是有些很清楚的经文 他们就不去看 而他所谓的经文并不是真的证实的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人是耶稣亲自去 将他处理的 到底消灭是什么呢 首先他是个人 所以他也和其他人一样 是要扔下火壶 那到底当时他是死了 还是没有死呢 其实这个不重要 因为那些全部打仗 那些都即死了 在这个 《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 就讲到 主的脚踏在橄榄山的时候 接着那些人有什么发生呢 当他们仍然暂立的时候 忽然间全部干了 整个人干了 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就讲到到时那些武器 那些核弹 当它一爆的时候 那些人仍然站在那的时候 已经就死了 也可以是神降临的荣光 即时那些人死了 就是有很多人死了 然后 神又将他活过来 又丢了他去楼房户 即是审判先 又丢了他去楼房户里面 所以 其实敌基督是否会死 还是不会死呢 也不要紧 他死不死也好 他死了又会复活 但他就会是一个瘦坏的身体 将他丢到火户里面 接着这个人 就是照着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 这个运动 就不是讲到那些 exercise那些 是活动 即是现代翻译圣经 就是活动 是照着撒旦的行动 用各样的异能神迹 一起虚假的歧视 所以到时会有很多假的神迹 有些人说 有些基督徒又说行神迹 敌基督行神迹 我怎么知道 就要由生命 由果子 即是这个人是荣耀神的 是遵从神的 行圣结的事 是帮人去信耶稣 帮人去跟从神的 这个就是真神 但敌基督行这些假的神迹 是欺骗人 叫人不要跟从神的 第十节 并且敌基督做什么 在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样 出于不义的鬼诈 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他们得救 就是说他会用很多的鬼诈 骗他们 以至他们会跟从敌基督 敌基督的影响到时会很大的 好了 接着跳去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我们发现有两个兽 我想说兽和敌基督不是相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兽 我们看看他的兽是什么 他有十角七头 在这个兽的七头之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就说到他的七头之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我们接着看后面的经文 我们稍后回会 有一个似乎的一家 在《西四六十七章九节》 解释到这个七头十角是什么 他说这个女人所骑的 这个兽是什么呢 他的七头就是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七座山就是说 可能七个地区 七个地区 然后也是他那个地方的王 就是这七个王 五位已经谈到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那就是有时间次序的 这七个头就不是一起出现的 有五个已经过去了 一个还在 一个将来还没有来到 那所以那七个王 和十角是有些不同的 十角呢 十个王是一时之间 一样将他的权并给这个兽 所以是有不同的 就是这个七个王 就是跟时间次序 但是那十个王是同时出现的 那就是说这个兽是超越时间的 不是真的超越时间 它不是一个时间的 它是长时间的一个兽 一个系统 有些人就说这个兽就是 罗马帝国 或者是现在的欧洲联盟 这些呢 我们不能够肯定 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个一定是 我们最终认敌基督 就是贴受尼加后书第二章那里 就说到他是自称为神 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 不是很多人行很多假的神迹 歧视并且是最后被耶稣灭绝的 这个人就是敌基督 好了 我们看回十三章这里说到 他说到七个头中有一个 似乎受了死伤 即是说这七个王 五个已经来了 一个现在在这里 一个将来要来 而这七个王之中 其中有一个受了死伤 很大可能就是最后一个 他受了死伤 但是就医好了 全地的人就很稀奇跟从这个兽 即是他跟从那个系统 这个是一个敌基督的系统 跟从这个敌基督的系统 接着就有刺 权兵刺给他 刺给他 刺夸大舌读的话的口 又有权兵刺给他 可以任意移行四十二个月 又任凭他要圣徒争战 并得胜 又将权兵刺给他 启兽十三章同时有说到一句 就是寿将这个权兵给这个人物 不过 寿都没有这个权兵是四十二个月 因为将来的时间 这个世界的时间表是没有人知道的 是没有人的控制 魔鬼没有权控制这个世界 到底这个大灾难的时期有多久 所以这个四十二个月 应该是神所定的时间 所以给权兵他的是神 魔鬼也同时给他权兵 不过最终给权兵的是神 有些人会说 为何神给权兵他 有没有搞错呢 神应该不要让他出现 不要让他限制他 我相信这个圣经没有说的 因为圣经没有解释到 为何要允许基督出现 为何允许大灾难出现 圣经没有说到 我自己觉得 这是一个测试的时期 就是将基督徒分辨 哪些是真的基督徒 因为在那时候 是没有选择的 当不能买卖的时候 只有一个选择 你要是拜他 你就可以有四天吃 如果你不买东西吃 你就不拜他 即是你不用拜他 这样的时候 你只要拜他 要是不拜他 而不拜他 结果是可以被杀 但是神是会保守的 很多基督徒一听到这件事就害怕 很害怕 死了死了怎么办 但如果神是掌管 是神给权他 神给我们的权更大 因为神要成就一些东西 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解释启示录 不要当魔鬼大了 是神大了 神给他有时间 就像比拉多 会判耶稣十字架 不是比拉多大了 是神大了 不过神给他权兵 但始终是成就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相信 启示录在末世的时候 要成就的是神的计划 不是魔鬼的计划 而听话的基督徒 神一定会保守的 譬如有一群基督徒 这群基督徒很忠心的 在大灾难的时候 他真是忠心去全阳呼音 忠心去做神要做的事 神不会被他淹一声 地基督快点找到他 将他全木杀清 神不会做这件事的 神一定保守这群 听话的那群基督徒 是神要特别使用的 所以我们越听话的人 我们越不需要害怕 也都神会带领我们 到时 因为圣灵会亲自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所以到时圣灵会说 你去哪里取食物 你去哪里取水 或者现在你们祈祷 以至我可以供应你们 你们不用吃东西都可以 神可以做这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 深信 那个权兵给他的是神 是神用了他 而目的是将人分开 就是哪些人真的跟着耶稣 到时真的很多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是有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彼此群怒 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 此因不发的事 争多许多人的爱心 就漸漸冷淡了 许多人 所以这个是圣经讲的事实 赐给他这个权兵 给他这个权兵 去讲夸大舌读的说话 由任意而行四十几个月 又任凭他与圣徒增佔的德性 有些人说 他就赢了 的确到时是有基督徒死的 亦都有忠心的基督徒死的 不过神会保守他的子民 是会有足够的存留 而死的那些 你又不要觉得他很惨 因为他们是很得到神的赏赐的 就是说为主殉道的是有福的 是神特别祝福他的 到时其实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捉住命 一个选择就是捉住神 当我们捉住神的时候 可能没有命 但你捉住神的时候 你就有一切 神就会祝福 但如果捉住那条命 命也没有 世上也没有 更加得不到神的喜悦 得不到永生是很惨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 啊死了死了 害怕了害怕了 而是说 神的保守 神给权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神会给我们权兵 虽然他会制服 制服多少人呢 各族 各民 各方 各国 全部制服 那我们走去哪里呢 神可以用很多方法 彼得被祖父坐牢 神可以向我开监门 带了他出去 神可以用方法 当 以利亚被那些军兵围困的时候 神可以令到那些围困的军兵 全部眼目迷糊 听了他说 走在他们的城 你做什么呢 忽然间不生气 总之去到他们的城的中间 神可以做一件这么奇妙的事 所以我们就深信 在那时候神有他的方法 无论是殉道 或者我们站稳 靠着神得力 我们都不用害怕 好了 第八节 凡住在地上 明治从仓世以来 没有记载 被杀之高阳 收眠刹上的人都要拜他 这条广道是只有两条路 现在讲到 因为他那个绝对的 当时在世上的那个绝对的权力 即是说 凡是明治没有在收眠刹上 都会拜他 是没有选择 是全部都会跟他 所以基督徒在那时候 之前的责任 我们尽量传福音 也都在这个 敌基督颁布这些命令的时候 我们尽量在那时候 告诉别人 你看圣经应验 全部的预言 全部应验了 现在最后时期 如果你拜了敌基督 你受了这个受印记 是永远不得救 一会我会给大家看的经文 是不得救的 所以你一定要关心自己的灵魂 不要关心食物 吃这个世界是不会好的 因为世界一直死了很多人 其实在这些事发生之前 例如第七印之中 我讲到已经死了四分一人 死了四分一人是多少人呢 大约是19亿 比全中国的人数更多 所以我们知道 到时很多的预言应验 但那时候人们很慌很害怕 但我们有神的力量 有两种基督徒 有一种怕我腾腾震 完全没有力量 但有些人说 预言应验 我们真的要站稳 我们要靠耶稣得力 我就是希望在末后 世代兴起更多这样的基督徒 那你不要只等到大灾难 才是这样 现在已经是这样 不要等到那时候 到时我会很有力 你现在不亲近神 不得力 你到时也不会有力 启示读十三章十一节 有另一个兽 从地上上来 所以有说到两个系统 一个是海里上来的 一个是地上上来的 到底海里上来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没有知道是怎样的 可以这样说的 地中出来的 魔鬼直接走出来 地狱那里走出来 海中有人说 这个海就好像 很多人好像海在人那里出来 不过这些只是一些解释 我们不能够有绝对的答案 那他就能够行其事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上降下来 又叫众人 这里也是所有人 大小贫富自主为牢 都在右手和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一手印记 有寿命和寿命数目 都不得做买卖 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些微型蒸田 可以放在人的里面 有很多国家 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在用 这些不是仇人 现在还未是仇人 不过将来可以变成仇人 这些现在来说只是方便 他们可以用来做护照 做信用卡 出粮 出粮你都不用拿支票了 它已经直接入了数 或者是开门 开车 什么保安 全部都可以用 这样的时候 是很方便 如果不是敌基督 不是圣经有这么说 基督徒用这些是没错的 现在也有些是正确的用途 譬如有些人有病 很严重的病 都有用微型晶片 将他的病力放在身体里面 当医生一检查 知道他的病的情况 这个情况 我们觉得也不需要反对 但是如果普通人来说 我就觉得我们不需要用 如果大家留意 现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地方已经不用现金 不用现金用什么呢 用手机 手机那些APP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APP 因为我也不想用那些 除了用开信用卡 那些 之外的那些 我也不想用 甚至我听过有人说 他说你去哪里旅行 已经用现金买不到东西 我又觉得很夸张 现金买不到东西 是一定要用手机的资讯 到这些东西 你完全买不到 用现金买不到的时候 到那时 基督控制这个国家 全部你就要拜他 就是你自动 就是有这个受印记 受的号数的时候 是不能回头的 所以我自己来说 我是会反对用那些 全部用了自动的缴费方法 我觉得这个将来 就会令到很多人很难 就是你已经自动进入了 这样的时候 你是要退出 OK 那这个寿命和寿命数目 是什么意思呢 就可能好像现在的 barcode 有个数字 就是到时候 每个人都有个数字 就是每个人都要 编一个数字给你 有个寿的名 敌基督的名 然后有个数字 当你有这个数字 你才可以做买卖的 就是你没有这个数字 你不可以登入了 不可以买卖 这个经文就告诉我 拜授和授授印记的结果 启示读十四章九节 我们一起读 又有第三位天使 折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授和授杖 在额上或手上授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露的酒 此酒斟在神奋露的杯中 唇一不责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流黄之中受痛苦 所以这个经文是非常清楚的 有三个天使 第一个天使 是宣布什么呢 一个永远的福音 叫那些人 你们要相信耶稣 他也说到他是 去各民各族各方各各的 在启示识十四章里说到 他会全世界宣布 在末世的时候 第一是有两个见证人 他们是见证神1260天 所以是42个月 一样有这么长的时间 两个见证人见证 另外就是有第一个天使 全世界去传福音 第二个天使就说到 巴比伦要临了 第三个天使就宣布 哪个人受这个仇印记 或者拜仇 你就永远在流黄的火壶里面 所以神有警告的 不过有很多人都不听话 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去多说些给其他基督徒听 但你每一说 就只说这件事 那些人就会吓死了 我想说 有很多教会 完全没有提的 是不会提的 太恐怖 太害怕 不会说 现在末期就到 没有人说的 很多人都不说的 那人就说 你会被提 就会消失了 那一发生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说 圣经有说吗 完全不知道 这件事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 我们是需要 去给人知道 不过你要给人知道 正确的知识 不是假的消息 好了 接着看那个女人 骑了这个七头十角 一起读 启示六十七章九节 一起读 我今次将 敌基督的 和他的系统的经文 放在一起 一起读 智慧的心在此 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 女人所坐的 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谈到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 必须暂时存留 十二节 你所看见的 那十角就是十王 他们说没有得获 但他们一时之间 要和兽同德权并 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 合意将自己的能力 权并吸那仇 他们与高阳争战 高阳必胜过他们 这里说到七头就是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可能是七个国家 七个地区 有五位已经谈到 一位仍然在 一位仍然来到 一位仍然来到 接着第十二节 就说到 这个十国就是十王 他们仍然没有得获 但一时之间 要和兽同德权并与王一样 这里说到这个将来 世界有一个很大的政变 他们是同时得到这个王的权并 那这十个国家会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在 夏威夷岛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呢 我相信不会是 我相信这十个国家 我想我们都懂得名字 就是你一说 当然是说大国 一说大国的时候 十个国家 当我们想想 哇 真是全世界最大的势力 已经包括了在内 那这里说到是什么呢 一时之间 要和兽同德权并与王一样 即是说 是会突然间奪权 有十个王 十个人 忽然间在不同的国家 同时奪权 是同时发生的 即是 在一时之间 因为是同时发生的 那这个也挺震撼的 你可以想象 你所认识的国家 忽然间说 这个国家现在元首是谁 这个又是另一个很严重的迹象 当你一听到 哇 有政变 十个国家一起 全部呢 那个领导人全部变了 这个已经是 真是极度清晰的一个预言 他们还有一样 同心合意 将他的能力权并给他的兽 即是说 他们同时将他的权力 给了敌基督的势力 他们同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 我们发现 在启示录多次 这里其中一处 就讲到争战 就是说 耶稣有胜过他们 即是已经重复讲 关于这个争战 所以我在中间有绿色字写了 七头出现是有次序的 因为他五个先来 接着来一个 接着来一个 但是呢 十国 十王是同时出现的 启示录十六章一起读 十四节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其事 出去到普天下 纵黄那里 叫他们在神传能者的大日 聚集争战 这里讲到鬼魔的灵 施行其事 去到普天下纵黄 留心是普天下 普天下就是多少呢 是全世界的纵黄 叫他们在神传能者的大日 传能者的大日是什么日子呢 圣经重复讲的 这个就是末日 这个是最后的日子 聚集争战 就是说这些所有国家 一起聚集争战 邪灵叫他们去争战 邪灵叫一个人做事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邪灵叫那人自杀 有人听到 声音叫我自杀 现在邪灵叫那些黄去打仗 即是这些黄是怎样呢 和邪灵的关系是怎样呢 是被邪灵充满了 到时呢 因为基督所做的事 引誘很多人拜魔鬼 当他们拜魔鬼的时候 邪灵入侵了他们 然后呢 他们去聚集 去争战 这里就没有说军队 不过全人都知道 不是那十个黄 或者是很多个黄 一起去打仗 当然是带上那些军队 那些军队都一起去打的时候 如果那些黄都邪灵充满 那些军队会怎样呢 都一定是邪灵充满 所以这个呢 在这里我就下一个结论 虽然圣经是没有清口说的 不过呢 我都会说九成以上是一定是准确的 邪灵叫纵王争战 这个肯定 即是邪灵充满纵王 这个都真的很肯定 一定是邪灵充满 如果邪灵充满纵王 都会充满军队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规模的邪灵附体 你想想这个世界是怎样 世界真的很难想象 下面我弄了两幅很疯狂的人的照片 即是当一个人被邪灵充满的时候 他是完全疯狂 完全没有理智 完全没有人性 没有感觉 是完全跟普通人不同的 在这个日子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很害怕 但是我们说 神啊我们知道你会保守我们 神会保守我们 祝福我们 如果大家听过一些见证 有些基督徒 他们周时都会去天堂的 其中有一个 如果大家懂得听英文 真的有很多很好的 有一个叫Henry Groover 他去天堂 看到很多东西 在他来说 他说我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他对于死 他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他死过去过天堂 他试过 真的很厉害 他的见证 他的车是他太太开车 那时候他正在睡 因为大家轮流开车 他太太开车的时候 车就反了 反了他就被车柱撞到头 然后他说车仍然在撞的时候 他的灵魂已经出来了 他就听到这个撞车的声音 然后他的灵魂一直上去 经过了行星 经过了这个Milky Way Milky Way是什么 银河 是 银河 不记得清楚 这个 不太肯定 不过他后来有去过天堂 去到天堂非常好 他说 这些作为参考 他说 把手放在一些生果下 那些生果下来 你的手里 你不用摘 那就可以吃了 你把手放在一些花下 你想摘 那些花也会摘到你的手 接着你就放在你的房子里 它又不会借的 直至你不要的时候 放在地上 它又会消失了 所以不会有重复的问题 到时候 宇宙是很漂亮的 而且他那次死了之后 他回来 他回来 发觉 从这里之下 全部没有感觉 很恐怖 对不对 但是他在心里面 他的女儿 因为他全家 从小到大 全部个个都祈祷 他说 奉耶稣命 神要把他的生命拿回来 他真的又生了 生了 就没有感觉 然后他就说 神叫我生了 神一定能够医我 然后他感觉的能力 进入他的两个耳朵 好像火一样 由耳朵一直落落 到整个身 然后呢 他有了感觉 又能移动 还搞笑 那些人就在打电话 说 我们现在有个人 刚刚死了 一会儿救回他的心脏病 我们救回他 去医院 然后呢 他又说 他说我现在不用去医院了 他真的就回家了 这是真事 这是他其中一个这样的经历 他对于死亡是不害怕的 当我们明白 原来神是保守一切 神是掌权 还有我们的生命最重要 这个世界都要过去 但我们的生命 荣耀神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一阵 我们最重要的是 听神的话 爱神 我们的生命就发挥 我们的生命就有光辉 我们的生命就会 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是你经历 是你从来未经历的事情 就像Henry Grover 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有很多神迹 他曾经试过 医生告诉他 你只有十日命 你这个癌症抗生的程度 你只有十日命 但后来呢 他是完全医好了 是完全医好了 那个医生就信了耶稣 还有他也说到 他那次他遇见 你看先 因为他有很多经历 那次的医生 不是 另一次 他排尿排不了 他的肚子涨得 整个脏糊糊 全部都是尿 那些医生都说 都不知道为何你的膀胱 会涨得这么脏 都不会爆 即膀胱涨得 他觉得肚子涨糊糊 这么严重的情况 那你送到医院 那些人问他 你有没有印疏 他很搞笑 他那时候他没有回答 他都不知道说不说 不过有时候 那些人问他 你有没有印疏 他说有 Blessed Assurance Blessed Assurance 即是这首歌 得救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 Blessed Assurance 他去到医院 他说我没有印疏 他们就不理他 放了他在那里 但后来他的儿子 为什么这样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 主诊医生 跟他验 一听 他现在正要一个很严重的心脏病 是要死的 很严重的 立刻去救他 他救他的时候 那些医生说 他经历了一种很大的能力 在他身上 后来他完成了手术之后 即是他恢复了 医生跟他说话 他就开始说话 医生非常被他说的话 震撼 以至医生说 我本来只有小时间 我已经过了 有很多人在等我开会 现在要开会 我们有很重要的会 然后他说 我要走了 然后进厕所 在厕所做什么呢 他就听到那个女医生在里面 哭得真的 从来都没有试过 听到人这么哭 因为他感动得不得了 他在外面又没有哭 一进去 哭哭哭 哭哭 哭得不得了 后来这个女医生也相信耶稣 他的生命是充满了神迹其事 很多人看到他的生命 是有很大的改变 我希望我们也是这样 当我们时时都在神的同在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 你什么都不怕 因为神会使用你的生命 去一个非常高的层次 而将来这个世纪 都会去一个很邪恶的层次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愤怒 愤怒的人两边都有 其实人人都有罪 人人都有他的问题 其实基督徒不用执着于某个政见 你有某个政见 我们绝对接受 有些人问我 你罪会什么政见 我没有政见 我们都不是说政治 我们是说耶稣 不是说政治 我们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不是做这个世界的事 我只是做的是耶稣的救恩 我将耶稣带给人 我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 是改不了的 因为世界越来越差 是不能变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无论你有什么政见 可以的 不要紧的 大家可以欢喜快乐 哈利路亚 你是那个政见 我是这个政见 有很多敌基督 按一书二章十八节 现在已经有很多敌基督的出来了 这里加了一个的字 不过原文是没有一个的字的 是many antichrist 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那时候是二千年之前 那时候也有很多敌基督出现 到底现在说敌基督是什么敌基督呢 我想说 在这个世代有不同的敌基督 不过最后敌基督只有一个 因为圣经说到是一个人 the man of lawlessness 是the man 一个人的 不是很多个的 所以说谁是谁呢 有些人说 哪个总统是 有些人说教皇是 教皇有很多地方 他在做的事 真的是敌党基督的 因为他现在跟宗教签处 合约 他们在天主教来说 已经接受 神可以用不同的宗教 我也亲自接触过一些神父 我问他们是否这样看法 他说是 他们也不相信圣经是全部神的说话 他只是觉得是含有神的说话 而且觉得 他已经说什么宗教都可以 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 绝对不是一个正统的宗教 但里面有没有真基督徒呢 有的 有些天主教徒 他真的会悔改认罪求主赦免 他一样会有的 但有很多是受迷惑 但他是不是最后的敌基督呢 不知道 或者魔鬼用他都未定 最后的是不是他 不知道 最后的那个教皇可能是 不过不知道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决定 但很多人喜欢说 谁是敌基督 谁是这个十国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决定 反而我们要多些注目在基督徒如何发挥 以及如何得力 在末世最重要是得力 从神得力 随时得力 经常都深信神爱你 我经常都收到一些信息 信息说什么 我很惨啊 神都不帮我 我很凄凉啊 我真的有些怨恨 我埋怨神 很多人来说是真的很容易的 因为他真的看到很多困难 但我想说最重要的是 神是掌管一切 神是全部都掌管的 就算我有困难 其实我也试过困难的 我试过的钱是差不多用了 我就没试过真的有一天用了 是差不多用了 神又给回我 我试过是没有稳定的入息的 但是神又给回我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不仅是信你的时候 而是我困境 我都相信神会保守 有些人说 我已经失业了很久了 很惨啊 现在还未有功 我怎么办呢 这个唯一就是 我们和神建立的关系 圣经说先求神的国 和祂的义 一切加给我们 我们不会说 到时候 在梅日的时候 都未到 就饿死了 基督徒呢 本来很爱主 不过饿死了 在街头那里 又没有家里住 在街边那里睡 结果饿死了 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神到时都要 就是神给我一个意念 就是说 神都要 会向我们交仗 不是祂需要 祂不需要向我们交仗 而是祂会到时交仗 我们要交仗 我们为神做了多少 到时神都会告诉你 我做了多少 到时我们真的有很多戏 什么戏 你要看回 原来那天神做了这么多事情 不过我看不到 原来神帮了我这么多 我看不到 原来神已经在我生命中 有这么多计划 我看不到 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这件事 我希望大家早点看到 记住神做的事 就是在今天享受神 当你享受神的时候 你的钱还是有钱 又有饭吃 你仍然是 一样未死得 但有些人就不是 死了 我现在只有几万元 或者有些人没有那么多 或者只有几千元 糟了我怎么办 我下个月没有租金交 我现在没得住了 怎么办 这些每一件事 我们都需要每一个人 自己学去依靠神的 神一定会开出路 但我们都会审查自己 譬如有些人 他是人都闹交 他真的很难找工作 那时候不是神给他 而是他闹交 他是离职 他跟人关系不好的时候 他自己都有责任 那我们都审查 我们生命有没有破口 我们有没有一些地方 我们没有做好的 以至我们总是 工是做得不长久的 或者他人整天都很 情绪化 又迟到 又不努力 这样的时候 很容易失去工作 那我们真的做好我们的职责 我们倚靠神 始终都是神给我们工 也都是神给我们健康 求主帮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可以站稳 如果圣灵既然跟我们说 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 一定会供应我们 甚至因为没有饭吃的时候 神可以叫我们不用吃饭 也可以有能力 我说到这个Henry Gover 我还要说一件事 就是我想起一件事 他曾经在聚会 他们在祈祷的时候 他看到有烟魂出现 其中他的影片 他有说到的 不过他没有拍到 他有烟魂出现 然后神做了很大的工作 神就跟他说 他说那里那里 那群人要为他祈祷 然后他为他们祈祷 他们立刻跳起身 又唱歌又跳舞 然后他走到那里 有一个人跟他说 他说麻烦你跟我祈祷 他就为他祈祷 那人想跟他说一些事情 他没有经历到那么强 像那些人那样 他就跟Henry Gover说 他说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我是那群人的牧师 他说他们全是龙雅 他们全是龙雅 现在全都在赞美神跳舞 很开心 他说是很奇妙 他说我没有经历到像他们那样 那么强烈的经历 他可以有神的同在 就是他亲近神 他说到为什么 有一个叫 这个 Is supernatural 那个叫什么 Sid Roth Sid Roth Sid Roth就是跟他说 他说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神识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没有 他说因为我有个隐 他说什么隐 他说很多人有隐 又吃烟喝酒 他说我的隐 就是我很深信神的爱 我不断亲近神 我整天在神的爱里面 这个是我的隐 他用一个字 addiction 我有一个addiction for Jesus 所以他整天都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我希望我们也有addiction for Jesus 就是说我想跟神有亲密关系 神一定保守我们 在末后的日子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非常之 就是今次这个疫情已经是非常之严重 那我也说一说有个人 我这个人 我也不能够担保他一定是全部准确 不过这个人 他收的信息是有些很准确的 他就叫做撒督孙大索 他是印度的 以前是宜教的 他信耶稣之后 他经历了很多 他曾经 我买过几本书都讲到上天堂的 讲到天堂的情景 他不是识经 他不是识经 神跟他说是灾后被提 不是灾前不是灾中被提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很多先知 有些先知都说是灾前被提 但他就说是灾后被提 而他讲到一些东西 可能有些人听到就会很害怕 他说这个疫情之后有一个更大的疫情 那些更加严重了 这个是否准确 我不知道 我只是说他 我又不会说这个是绝对 我只是作为参考 还有讲到这个世界很多的灾难会陆续来到 如果是的时候 这个真是末后的日子 我不是叫你不要读书 比如你读书也不会叫你不要读书 你上班叫你辞职 我不是叫你这样做 你照应做你应该做的事 直到有一天 基督真是出现的时候 那时候 我说你做了工作也未必有粮出的了 就是那时候 因为你出不了粮 已经拿不到钱了 在那时候 你就问神我应该怎么做 但是我是很想更多人 不是害怕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听完 是否害怕 还是说 因为在末后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放弃 一个选择就是 我真的要倚靠神 我全而爱神 我将生命完全给耶稣 我一切给耶稣 这样的时候你就能够站稳 当你站稳的时候 你就什么事都有能力 什么事都得到神的祝福 这个时候 我给大家一些回应 有没有人想问的问题 关于迪基督 或者刚刚我所说的这些内容 有没有人听到之后 我就觉得 我希望大家不会有不安 巨怕 因为神一定会保守我们 神一定会保守他的疑虑 神会跟我们说话 祂会跟你说话 祂在你耳边跟你说话 你听话 他一直带着你 我是一个很不听到神说话的人 因为为人其中很少听到 但有时听到的 有时候意念一说出来 那个人又说很对 或者他立刻很感动 会哭 我有这个经历 不过多数都没什么 但是呢 我收到的教导 和在这个末后的警告 我是收得很迫切 很迫切 所以我现在最想 最想就是 能够写多一些 在这个最后的日子 预备基督徒 能够站稳 有没有人有东西想问的 如果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我们可以有结他 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求主耶稣祝福我们 加力给我们 叫我们不要害怕 惧怕就没有力了 我们有神就有一切的力量 有神的时候 你现在都享受 就算大灾难都可以享受 你有没有搞错 大灾难怎么享受呢 我们可以享受神迹 我们今餐有得吃 感谢主 今餐不用吃也有力 感谢主 可以经历很大的神迹 感谢主看到很巨型的神迹 感谢主可以看到很多的异象 很多的带领 是不是很特别 其实 你可以想想想 有些兴奋感 大灾难将会是一个 非常多的神迹歧视 还有更多的异象和带领的时候 是和现在很不同的时候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一起祈祷 多谢天父 神你是掌管一切 因为就算是 敌基督的权 都是你给祂的 神你有一个目的 就是将人分辨出来 哪些人是真心爱神的 哪些人是假的 神你会分辨出来 求主帮助我们 在捉紧你 依靠你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 什么换生命呢 但当我们在捉紧耶稣的时候 就在一切 我为你舍弃生命 就必得着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看这个世界不再一样 我们很大可能 是活在一个末后的日子 求主帮我们预备好 也预备周围的基督徒 不要再做懒惰的基督徒 不要再做不难不易的基督徒 在任何时代 做不难不易的基督徒 都是很辛苦的 因为祂从神没有力量 求主与我们同在 加力给我们 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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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ligare you 我需要你耶稣 我需要你耶稣 耶稣 耶稣 我需要祢 耶稣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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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祝美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主 我将我们一切以上给祢 我只属于 我只属于 我属于 我属于 你 我属于 你 耶稣 我属于 你 使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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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需要你 主要求你 洁净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任何的罪 任何的污蔑 任何的不洁 求耶稣你洗淨 求耶稣洁净我们的灵魂 叫我们能够合乎主用 叫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心意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我们测验 何为神的善良 顺存可器如的旨意 叫我们自杰 人若自杰 脱离悲賤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人若自杰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 洁净我们的生命 洁净我们一切的苦毒 愤怒 增敬 吵架 抗拒人 心中的愤怒 愿恨 求主耶稣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洁净我们的灵魂 多谢天父 求主的灵降在我们身上 赐给我们平安 如果我们觉得 很平安、轻松 都是神的灵魂临在 求主 拿走我们的重担 拿走我们的烦恼 与我们同在 求主 跟我们一切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因为你永远爱我们 在灾难的时期 你仍然保守我们 你一定加力量给我们 多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 阿们 多谢主 求主祝福 保守我们 大家发现 我其中发现一件事 很少讯息 是说到预备 在大灾难的时候 期运很少 多数都是说到 鼻涕 很少说到 末后的时候 是说到 我们要预备好 而撒督孙大索 是有说这件事的 他说到是要预备好 还有预备殉道 不是个个都是殉道 殉道是非常有福的 但是真是那件事 临在的时候 吓得害怕也没用 反而你依靠神 不是个人嘛 刚才算是为了我们的 优优独特别的 优独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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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